手游酷玩 恶魔解锐来到这个右侧 这时候呢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来到右侧之后呢其实左侧这个人相当有放弃了 但是他家的必定会再次来到右侧去救这个恶魔解锐 然后右侧这个火箭呢其实之前已经是被我多次触发然后他的队友呢也是 很多次把这个他家的人再次 从这火焰上救下来 这时候其实我阿里算了算了我个人是没有算命卖那个争夥的但是我觉得应该完了 我原本以为右侧的人应该不会再次触发这个争夥然后没有想到是再次触发了然后导致我个人的一个右侧是完全失手了 然后也是带着这个 结瑞来到这个左侧然后把门关上之后 在这地方稍微堵一下对面如果说能躲到对面人其实对于我来说是比较完善的然后这时候一个高尔夫球 高尔夫球之后抓他一个落地的这个点放出自己的一个长短技能然后也是撑攻将他抓在手里 这时候呢其实他家去做去救这个左边人我也不是特别怕啊因为我在 右侧这个火箭应该直接放飞了那么也是占据了一个比较大的勇士 将这人放飞之后呢其实接下来的考虑有很多首先我可以去左侧去看着左边的那个人 因为从刚才我抓到这个老鼠的一个角度来看地下室 依然是有这个火箭的而且在之前这个抓接手的时候我去地下室看到了地下室有这个火箭筒而且火箭筒没有被放飞 这时候再一次抓了一个落地的这个点 这个点我个人认为是比较好抓的然后大家在抓的时候就是稍微注意一下你抓的这个落地的这个点 是否会被对面察觉 这时候呢其实我也是 进行了一波这个操作但是没有撑鼓嘛 现在呢也是再次看到了这个老鼠然后一个屏也没有抓到但是 等到跳落地直接抓在手里 这时候呢依然再给我放话这个有点过分了把门打开之后 这个门由于多次的一个拉扯已经是损坏了然后再次给他绑在左侧 然后直接将他放飞 那接下来的一个活动呢就非常简单了我直接通过这个正中央的这个管道下到这个地下室然后去找他就可以了 大家在玩这个时候呢就是需要注意刚才我遇到的那个点 首先刚才那个点呢其实他家的一个配合我跟人觉得是比较好的然后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其实会导致我们 在 抓这个人的时候会感觉到比较费劲 这时候为什么我没有去第一时间去抓他呢原因是因为我不确定这个 呃 就是有一个板子是什么时候落上去什么时候下来的所以说 呃因为之前我没在地下室待着所以说我也不确定他的一个具体时间是多少然后我就是没有去 呃用这个 直接去抢爪他如果是 抢爪他我被他拍掉的话我也会泄入一个虚弱其实跟现在这个情况应该是差不太多 那这时候呢其实我稍微再远近站一会儿因为我是希望对面可以 认为我走管道然后他们再回来因为地下室这个奶酪他们必须得退啊 但其实想想他们除了这个方式还有别的方式啊然后现在去 四处找一下这个 剩下的两个节律 这时候大家可以看我比较迷茫原因是因为其实我个人的这个汤姆的一个天赋啊没有点 那个心跳 就是侦察器 所以说在面对两个老鼠的时候呢 由于 个体比较小所以说我们有办法比较有效的去找到他到底在哪 现在也是再次来到地下室然后这时候呢其实 发现了他们已经把这奶酪推完了 那么接下来的一个活动就非常简单了他俩肯定会从这个地方往上走 因为再从那个方向走就不是特别的稳妥了 通过一个盘子砸中他之后再一次通过一个平铭将他抓到手上然后也是给他绑在这个火箭上 这时候最怕的一样是他的对手来救他那么直接点那个炸烧桶 这时候只要安安静静的去守着他 让他不从这上面下来然后把这个炸烧桶炸完就算拉倒了 这时候呢其实我个人觉得我的一个 成功的概率还是比较高的但是依然有这个失败的可能因为 没办法去确定他的队友会不会来 现在我也是在这地方一直等然后也是看看 找一个这个老鼠夹这老鼠夹放完之后也是再一次选择 把这老鼠夹布置上 这时候他下来但是下来之后发了一个错误 这应该是直接放飞了因为他不应该下来之后N技能直接跑就可以了 那本期视频到这里差不多就要结束了 接下来大家的游戏呢也是猫猴老鼠 如果你喜欢此游戏请关注我们首款 如果你不喜欢此游戏请关注我们首款的下期视频 感谢你的本期观看让我们下期再见